那另外一方面呢 讓我們來看到民眾黨 目前已經確定有柯文哲代表民眾黨 角逐二零二次的總統大選 那很多人就很好奇 副首人選是否已經確定了 那民眾黨的秘書長周台竹就表示 副首人才目前正在向天下爭才 而郭台銘是一個非常不錯的人才 那麼針對國民黨徵召的這個結果呢 民進黨的官方IG 立刻製作了一個詐騙的簡訊圖 調感郭台銘被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給騙了 不過這樣的一個舉動也引起了很多網友們的不滿 那民進黨的這個IG 就貼出了一張這個詐騙簡訊圖 就是我們畫面上看到的這一張 上面的文字寫的是 郭台銘是不是有收到這封簡訊啊 你好像被詐騙了耶 而且民進黨呢還進一步的嘲諷 可憐的郭董人才兩失 下次呢記得要撥打165反詐騙電話 不過對於這一封這個梗圖 就是民進黨的梗圖 很多人呢都大感不滿 其中呢像是資深媒體人黃陽明 他就在臉書發文批評 他這個不是幽默耶 是不入流 另外民眾黨的發言人徐千勤呢也怒哄 這是一個爛哏 作為執政黨非常不大氣 而另外呢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徐曉星也發文炮轟 民進黨應該下架貼文道歉 那也很多的網友呢也批評 覺得說這樣真的很糟 讓被騙過的人再度傷害 還有人說現在是連官方帳號都不演了嗎 對因為如果說這個哏的話 真的是一般人會覺得 這個哏好像不是那麼的 恰當啦有一點點 那另外呢看到的是昨天下午呢 有三名年輕人是跑到新北市府前面 用高壓水來住洗地 那他竟然寫出了這個字樣 落跑市長侯友宜的字眼遭到警方帶走 那對此呢民進黨新北市議員林秉柚痛批說 侯友宜這就是你要給我們的民主自由嗎 被帶走的公投戶台灣聯盟執行長羅伊受訪時表示 他在新北市府前面的人行道前面 以水槍壓克力製作的板子洗地 後來警方到場說他們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強制他報案書明 過程中有好幾位的新北市議員到場關心 最後警方因為找不到適用的法條 所以將他請回 他高呼說實在無法接受 強制道案說明卻又說找不到法條 林秉柚痛批 這是侯友宜的大喜之日 就發生警察在搞不清楚法條的情況之下 把人帶回派出所的事情 用高壓水刀清洗地板留下字樣 過去已經有很多例 皆沒有違反中華民國法定的紀錄 好 再來要跟大家說 我們今天齊友辭旅的來賓 就是他新北市議員葉元之 葉元之他是朱立倫以前的幕僚 所以到底說這段期間 朱立倫是怎麼協調侯友宜和郭台銘的 或是協調師是怎麼想的呢 絕對不能錯過等一下1點10分的 齊友辭旅唷 對 大家應該都會很好奇 那帶大家來看一下精彩預告 你到去當機要的時候一個月剩5萬塊嘛 對 本來一個月8、9萬 然後去當機要一個月剩5萬塊 那當幕僚呢 機要還是政府給的錢嘛 對不對 領政府的錢嘛 當幕僚 老闆給錢 沒有啊 當幕僚我們在市政府的話 就是領市政府的薪水 沒有 你那時候後來不是請辭去幫 請辭的時候就是朱立 因為發言人也有可能會講錯 那這個講錯的話不見得是發言人講錯 有可能是主帥的意思 發言人轉述 但被人家認為發言人這樣講得不好 斷章取義或是曲解 對 那是不是就有防火牆 你主帥之後還可以出來講錯 我的意思其實 然後發言人就被換掉了 有可能 對 林靜宜就這樣 他說那個什麼 統一制叛國那個 對 對 這事實啦 這事實 我跟林靜宜一起去美國 對 這年快 對 對 那接下來讓我們轉換焦點 讓我們看到是南投縣 在昨天晚上竟然驚傳了槍殺案 警方初步調查 是例行村旺的旺陽部落 有一名中姓男子 疑似與兩名農民有糾紛 因此在一處公了開槍 將兩人受殺 射殺之後就逃逸了 南投縣人愛鄉 17日晚間傳出一起 三人死亡的害人血案 警方初步調查 例行村旺陽部落內 一名中姓男子 與兩位農民疑似 因土地租用而產生糾紛 中南昨日持 散彈獵槍 在一處公寮內 射殺兩人 隨後在案發地點 一公里外的農田中 持槍自強 警方發現時 忠賢已明顯死亡 警方初步調查 中南受僱在部落內 種植蔬菜 老闆昨日傍晚 突然接到中南來電 電話中中南的情緒 十分低落 還突然告知 自己開槍殺了兩個人 以後沒辦法 再幫忙種菜 透露出尋暖念頭 隨即掛斷電話 老闆嚇得急忙報警 仁愛分局警方 獲報後展開調查 於一處產業道路旁的 公寮內 發現兩名男子遺體 且身上都有槍傷 與中南字數相符 隨後警方 由於案發現場 約一公里外 發現中南 但當時他已經持槍 自強身亡 犯案槍支就擺在一旁 警方表示 已經查扣涉案 非法土造散彈獵槍 並將持續追查 部法槍彈來源 以釐清案情 前總統陳水扁的兒子陳志忠 因為幫母親吳淑貞洗錢 被判定一年定宴 而他的妻子黃瑞淨 也同樣因為幫忙在海外開戶洗錢 遭到了判刑十個月 並科罰金一百萬元 不過法院有考量到 他身為兒媳難以拒絕婆婆的請求 給予緩刑四年的機會 條件是需要支付國庫一百萬元 入帳之後就可以免坐牢 而且免繳罰金 那日前黃瑞淨也已經繳納款項 將或緩刑 前總統陳水扁的兒子陳志忠 因為幫母親吳淑貞洗錢 被判刑一年定宴 已經在五月十一日報到發監 陳志忠的妻子黃瑞淨同樣因為幫忙 在海外開戶洗錢 遭判刑十個月 不過法院考量他身為兒媳難以拒絕 婆婆的要求而犯案 給予緩刑四年的機會 條件是支付國庫一百萬元 台北地檢署已通知公庫帳號 十七日黃瑞淨已繳納款項獲得緩刑 接下來讓我們轉換焦點 看到一則稍微悲傷一點的消息 新北市三重區在去年二月底 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當時由於一輛Uber圍停在紅線上面 而司機居然無運緊的開門 導致二十二歲的張姓騎士 因為閃避不及 直接撞上了車門 倒地之後 又遭到後方的砂石車輾過 當場慘死 那日前法院的裁判也已經出爐了 新北市三重區二零二年二月底 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一名二十二歲的張姓男子上午九點多 行經新北大道時 因為路旁圍停紅線的白牌計程車 突然開啟車門 張男閃避不及摔倒 遭隔壁車道的砂石車輾過頭部 當場身亡 過程全被路口監視器拍下 畫面出目驚心 案發當時張男的姐姐就騎在弟弟後方 目擊全程的她當場崩潰痛哭 而張男從小就熱愛打棒球 曾多次代表新北市初賽 更是棒甲族的成員 如今傳出死訊讓親友為之比酸 新北地方法院審理過後 認為林姓白牌車司機在紅線處臨時停車 開啟車門時又沒有注意行駛中的車輛 導致張男死亡 並造成家屬精神上的創傷 雖然坦誠犯刑 但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給予賠償 一過世自死罪將他判刑10月 全案仍可上訴 至於王欣殺石車駕駛 則在檢方調查時或不起訴處分 好同意 再次可以訂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